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撤出南海中越有争议的海域 这是河内连续第三个周末爆发反北京示威 在南海主权争端再次升温之际 越南与中国近日相继在南中国海举行了海军演练 中共官方媒体报道 中国海军近日在南中国海域举行两次海空士兵演练 出动14艘猎潜艇 登陆舰 巡逻艇等船只和作战飞机 此外 北京方面还派出海巡三一大型巡防船 穿越南中国海前往新加坡访问 菲律宾等国也在南中国海与美国海军举行协同演练 菲律宾总统阿基诺还对北京发出警告 不要入侵菲律宾领海 菲律宾还派出旗舰前往争议海域巡逻 美国海军同时派出一艘核动力攻击型潜艇前往西太平洋 对此 美国和越南表示 南中国海的和平稳定与自由航行符合国际社会利益 这一争端必须依照国际海洋法磋商解决 不得付出武力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南海争端中共敢不敢开战 欢迎您和我们现场的嘉宾一起进行讨论 热线号码是646 519 2879 那今天现场我们有两位嘉宾 一位是哥伦北亚大学政治协博士李天孝先生 李博士您好 主持人您好 那另外一位是政论家陈梦空先生陈先生您好 主持人您好 那刚才一开始我们看了一个短片 就是中国菲律宾还有越南他们的态度 那么现在国际对这个事怎么看呢 对 现在是这样 就是关于围绕南海的 有六个国家有主权争议 那么现在有三个国家就动作频频 就包括了中共 越南和菲律宾 中共先后举行了广东西部的海域的实弹演习 又举行了环海南岛的士兵演练 又派了最大的海事件穿越南海 另外还宣布要提前将改装至苏联的一个旧货 瓦良格号的航空母舰要提前预计7月1号下水 那么越南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动作 越南方面一个是有反中示威连续几个星期了 反中示威 越南在它北部湾也举行了军事演习 同时它跟美国有防务会谈 同时邀请美国也参加每月军事演习 在7月份会登场 另外关于菲律宾 菲律宾一方面它是把南中国海改成了名字叫西菲律宾海 另外它把一些山椒湖上 就是附近的一些椒湖上或者沙洲上的 说是外国标志取消了 也这些所谓的外国标志 就是认为它在前段时间 中共去安插了福干或者福标这取消了 另外菲律宾也跟美国要在月底举行 为期11天的联合军演 在这个时候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美国是比较同情这两个弱小国家 同时东南亚的国家 就是东盟这些国家 普遍的站在中共的对立面 因为在去年 中共突然声称南海事关 中国的核心利益之后 就激起了东盟国家的一致的反对 东盟12个国家 来自于20多个国家联合声明 对中共谴责 中共自认自己说 它自己陷入了四面孤立 说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共目前的立场是非常孤立的 而美国和国际社会 是主张和平解决 不要诉诸武力 所以国际形势 对中共是非常不利的 那在南海问题上 我们看过去几十年 基本上还算像 虽然有一些小的冲突 但是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大的风波 为什么最近南海的主权问题 会成为一个这么热的话题 会这么高的热动 首先我提一个前提 就是说南海冲突不是今天开始的 在88年那个时候 中越之间就有一场海战 这个海战的结果是 中共方面拿下了七个礁石岛 实际上那次是越南 讲是一艘基层 一艘舰船基层 两艘重伤 其实后来三艘都存了 那次是越南吃了亏 那么这次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就是中共想借七一 这个用军威来为共产党壮胆 为它的统治壮胆 这个怎么壮胆呢 就是这个瓦良格号下水 是从这个乌克兰买来的一个 一个旧货 一个空壳 然后花了大概近100亿美元 这样的一个价格 然后还没有这个护航的 整个的防空防潜都没有 然后下水 下水以后呢 你在近海你怎么走啊 太浅了 航母的话 美国的航母都是在深海外洋游异了 那么怎么办呢 它就要往南海方面移动 南海方面移动 它没有理由啊 对不对 它叫制造事端 什么制造事端 就是中国这个 实际上这个渔船 到那个有争议的地区捕鱼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 很容易发生冲突的一个诱因 然后跟那个越南的这个 这个一个探车船发生冲 这个渔网和电缆勾结起来 缠在一起了 最后呢 渔船就把这个电缆剪断 在这个之前还剪断一次 那么由于剪断这个电缆 这个事情造成了那么冲突的 这个导火索 这样的话 哎 那它就可以有个理由了 就是我航母可以到那边去巡视 先派海事船 落一圈 然后呢 航母下去就可以出来 那么最主要的航母 在中共所谓建党90周年的时候 航母下水 实际上就是为了 为中共的这个政权啊 好像壮胆 就是它这个国内出动的事情 这个时候需要有一些 军事上的一些动作 是吧 这是一个 再有一个就是 从技术上讲 现在原来中共这个石油开采 它只是在近海 300米左右的海底 那现在呢 它最近的就是生产 生海的转井平台 据说技术成熟了 是吧 它要向生产夺动 那么就要向南海方面夺动 那这些东西原来都已经 几十年来已经让越南都占了 是吧 你默不住身 那现在突然之间你要去拿 这样的话呢 这个就产生了一个 一个冲突的一个主要原因 那还有呢 比方说中共这个07年 它这个把这个西沙中沙 很南沙三个地方变成了一个叫三沙市 贵海海南岛管 那这个明显呢 你看那个地图的话 它那个一个游行的这个范围 把这个越南和菲律宾的这个爱白海里 就是八年海洋法公约规定的这个范围都圈进去了 那这样的话就产生了一个根本的一个冲突 就是这个 人家说我在200海里之内 这个是我的经济专守区 你怎么把它化为你的灵 你的这个灵海地区了呢 是吧 这个就造成了这么一个冲突原因 所以说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最近石油价格 有着不断的波动 是吧 这个因为中共的话 现在有60%的石油要进口 这个造成了一个对石油的需求 当然石油需求也是为了GDP高速发展 为了这个保证它的所谓政权的合法性 用经济方面来支持它合法性 这个造成了 所以是各方面的原因 刚才您谈到一个理由 就是说航空母舰要在深海去游业 那为什么美国就可以在深海游业 而中国的这个航空母舰 它为什么就会有这种问题 而美国的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呢 美国的航空母舰在深海里边 它是可以的 就是说还有就是第二种可能性 就是那个国家同意它去是可以的 那个那你现在这个航母的话 你到有争议的地方 美国的这个航母 没有在有争议的地方转 对吧 它到有争议的地方 比如说那个地方 这个越南和菲律宾说 说它的经济转速去 或者是它的领海范围 你要无害通过 而通过它这个国家的这个政府同意 那么如果它不同意的话 你到那边去 不是至少很多的麻烦吗 这个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那我们知道 就是南海这个主权的争议 刚才李天孝博士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那么中共在这个主权问题上 在领土问题上 是一个什么样的立场呢 对 关于这个领海和主权 我们中国人民是从来不含乎的 中国人民是爱国的 是天然爱国的 说中国人爱国是真实的 但是中共政权 对南海的主权呢 是前后不一 而且是首属两端 比如最早在邓小平时代 他们邓小平公开提出的政策就是 各自争议 共同开发 那么这个共同开发 那么什么意思呢 就主权共享吧 你共同有主权 这是一个 在朱镕基当总理的时代 他也是这个提法 他出访过东南亚 他都是这个提法 另外在2002年 中共跟东盟 这个联合体 东盟有20多个国家 签发了一个叫做 南海行为宣言 这个行为宣言 就是说承诺 在任何情况下 都用和平手段 而不诉诸武力 去解决南海争端 但事实上 后来呢 随着这个南海 越来越多的石油和天然气 被勘测出来 中共采取了很多 越来越多的武装冲突 跟越南 跟菲律宾之间的 武装冲突的手段 当然派渔船的渔船 是武装渔船 它并不是一般的渔船 是中共的间谍船 同时呢 就说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是爱国的 爱国当然希望 中国的疆域越大越好 大的合理 但是呢 这个爱国不是盲目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呢 就知道 因为国际海洋法公约 有一条底线 这个海洋法公约呢 就是联合通过的 他说 每一个国家的底线是什么 至少有200海里 专属经济区 那么中共呢 是在1982年 签署了这个条约 1996年实施了 越南和菲律宾都签署了 就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的话呢 中共它自己画的条线 是完全不切实际的 它自己没有拥有 它把这个线 援助越南的海岸线 援助这个马来西亚 菲律宾 那个文南 这么画了一圈 就画了个带子形 就到人家家门口 特别是没有给那个 菲律宾 文南留一点点空间 越南还留了一个缝 就等于说是200海里以内 你都不能去活动 所以它就违背了这个 联合国的 它自己签署的 海洋法公约 而越南和菲律宾 就拿出这个漏洞 来打中共 所以最近在华盛顿 举行一个研讨会 叫做南海主权问题 结果越南的学者 是图文并茂 非常有逻辑的 雄辩的 讲得头头是道 让与会者都很同情他 结果中国学者 上去讲的时候 是东拉西扯 这个语言不详 词不达意 最后被越南方面 越南的学者 搏了一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理去词穷 后来人家就问了 中国人问 中国学者为什么讲不清 中国学者就给来了个 说什么呢 这个准备不足 这不是准备不足 而是他完全就是 他自己画了个圈 自己又没有去维护 又没有实际战友 就硬画了人家门口 那越南也可以说 我画了你家门口 结果越南也达不到 当然会制造冲突 说这个挨国方面不含糊 但是中共自己 手术两端 前后不一 这样子给中国人民 造成了困扰 他给 他在国际上 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信誉 而中国人民 如果是明白的话 也都知道 完全不能够接受 中国这种 一会儿忽硬忽转 收出两端这种立场 说这个我想 是一个问题的正解 好 那我们现在 有观众朋友 您在线 我们接一下 加州高先生的电话 高先生您好 你好 这个 中共跟那个 邻国的这个冲突啊 我认为 从来都是一种 就是说刚才那个 李天 他那个 加明讲的那个 从来都是那种 两面派的做法 表里不移 前后不移 在跟俄罗斯的冲突的时候 你看他卖了多少土地 他只要能够保证 他现政权的稳固 不出乱子 他怎么卖 他都 他都 他都可以的 他甚至不 不让这个 不在新闻里边 正面的报道 好好地讲一下 就大片的土地 就给卖掉了 他是不敢打的 包括在印度那边 麦克玛红线那样的 表面上打了一下 到最后 你看 全化给人家了 还有缅甸那边 他这个邻国 他只要是 有这种 麻烦的 他宁愿把打块土地卖掉 他也不愿意 承担这种风险 来维护国家的利益 因为他的枪是干什么的 他的枪是 对准国内的老百姓的 是耀武扬威 包括那些海上行动 都是做了样子 给国内的老百姓看的 显得他很凶 很厉害 很有力量 对吧 跟越南这类的通俗呢 我觉得还有另外的原因 越南他们在这个时候 来提出这东西 也跟越南本身的通货膨胀 也是有关系的 这些共产国家 他在这个内外交困难